极限任务挑战 了解说了 只有我完成所有的极限任务 就给我买了新包包 这白送的礼物能不要买 我看看 第一个极限任务是图256层 这太简单了 而且在这里还能随意轻换创造模式 我先拿点道具 首先创造一个车间 然后弄一个高一点的机械 放生驾驶座 我们再生成机械 按手锵一下带走 最后到256层放上去 任务完成 咦 怎么还没提示完成啊 这会不行 那我再换一个 放足球 我放我放我放 想要多高下有多高 这会做该可以了吧 小宝妹 你能不能生生提案 这是方块突破256层 除了方块其他的都不算 咦 哪有方块突破256层 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 那么快就要放弃你的包包了呀 也好 又省了一笔 怪物机可实 我也包包不可信 哪有方块是吧 还有代价 其实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了 然后我们打开插线库 再到剧栏选择新剑 进行改原版调具 集中排球 再把排球模型改成方块 保存后进入游戏 这不就能实现任方块突破256层了 嘿嘿 我去 表面有两下子嘛 不过下一个任务 可没那么好完成了 我看看是什么任务 新门背包 相信你没搞错吧 这也算极限任务 嘿嘿 算不算 你试试就知道了 我刀子 你又要搞什么要额子 新门背包很简单 找一具采集不同的物资 背包很快就买了 搞定 背包都买了 咦 怎么还没完成 难道 我懂了 新门背包应该也包装备来的空格 不是相控狗装备太麻烦了 你只能去找伤波伤队借一下啦 这操作我们都清楚熟路了 我们白嫖绝不自己做 先挖个大坑 然后把伤人和宝宝都推进去 快找到骆驻身上有没有毒液 用伤队的东西解决伤队 很合理吧 把四周围起来 拉高一点再丢下毒液 只要静静等待它们的狗蛋 就可以下去收集装备啦 四箭堂都有了 避风也装备上了 然后我们的召唤做齐 这样装备蓝领码啊 任务完成 奇怪 咱们还不完成 我连手上都没有坏的位置啦 那我想到了 再来一个掉落物 然后站在掉落物旁边 用鼠标点击背包的一件物品 这样就彻底停满背包啦 我确实太聪明啦 不错嘛小宝妹 那我可要放大招咯 下一个任务是破除全部基岩 这不是轻轻松松吗 你看 这么多 哪怕我们四个门的破基岩蓝图 也只能破四啦 这得破到什么时候 要是基岩可以晕晴气气就好了 一下就消除了 哎 我想起来了 机械好像确实可行 现在车间里添一个足够带的10系列方体 然后再翻翻驾驶座 就可以生成机械啦 然后再用车间框住基岩 载着光光的机械 一下子就破坏了大片基岩了 小松软车任务 还有什么任务不买过来吧 啊天哪 呃 我怎么吃了 我怎么被岩浆烫死啦 崩溃了 我真的崩溃了 嘿嘿 我偷偷把你的网线给剪了 最后一个任务你完成不了啦 臭表现就是故意不想购买包包的 哈哈 小松轻 早稳 能不能 带 带 起坐 潰